這段愛傭帶狗狗回家的CCTV 近日在網上瘋傳 狗狗被愛傭走快兩步進了升降 升降門就隨即關上 還夾著一條狗繩 在升降門外的愛傭 一手觸實狗繩不放 一手即時按住升降機 不過開門的只是隔離的升降 保安員察覺異樣後 立即走入隔離的升降 想按升降機上樓 希望能開得起狗狗所在的升降機 誰知在這個時候 升降機突然上升 連省大人就這樣把外傭整個扯起 還大力撞上升降機 外傭即時倒地不起 幾秒後,列門終於打開 但卻不見狗狗的身影 外傭的傷勢亦不明 你認識她嗎? 我的朋友 她還好嗎 現在她還好嗎 她還好,她還好嗎 是…她還好 她還好,但我認為她會離開 有時人不懂得反應過來 不夠時間 她可能會上升,但當刻做不到 事發大廈在南風新村 有居民說 屋苑的升降機經常故障 我想說這個屋邨的升降機 一直都有老化的跡象 經常說弄完都是這樣 有時想去某一層 她顯示升降機數 但是她開不是那一層 又或者是進到升降機裡 我按了沒有反應 可能隔一會才會動 根據我們的經驗看 這個是一個舊式的升降機寶刀 沒有同外線寶刀的功能 所以狗帶走過的話 她就掃不到 同時狗承就不要扯住,不要捉住 如果真的帶動了狗承 就進入升降機就離開 那就不會扯到在機身裡的舊子 而也不會帶動那個人扯起的問題 如果攜帶寶物去搭這個升降機 一定這個寶物是跟著自己的身體走 同步進入,就不要讓它先走 或者寶物在後面自己進入升降機 引致這個意外 一定接著 我應該不會扯住 你知道嗎